發了影響,還有今年,所以我們7號是前一家,不是現在4月,現在2月的時候,2月底就不上了 所以腸病毒開始,其實... 欸,那是董病毒,OK 可是去年,腸病毒,好久不見 今年也有390次,腸病毒定理了9次 因為腸病毒過去曾經發生過好幾個小朋友,重症甚至不幸死掉的,死亡的 所以說,我們今年特別特別的,這個超前部署是絕對不一樣的 不管是今年的境外雨露的冬格熱,或者是腸病毒,或者是高溫,夏天所產生,所等於帶來的這個流行 事實上,在今年的春節就不會去發生,所以我們要特別的提高警覺 另外,因為夏天,都是因為分度的增加,所以食物的腐敗了,比率也變快 所以說,我們對於食安問題特別注重 像上次在白鵝發生的,當然,現在還要等到檢驗的結果 但,我們會預防性的,直接去處理它,不符合規定的部分 包括餐台骯髒的部分,包括這個廚師,他的健康紀錄有沒有 還有包括他的初缺期,我們同步實施的勞檢驗,衛生檢查,勞動檢查 因此呢,我想說,在這個部分,我們還是在研究法規定 更何況,那個時候,白鵝那家是並沒有避免合法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,對這些合法的產品,我們當然不是合法的產品,我們更加短 因為它連納短都沒有納短,它就變成一個漏人區 所以說,不管是長命毒,不然是燈火熱,不然是食安問題 在夏天,容易碰到問題,我們都要看得出來 好,好,好,好